各位新高地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邱家军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篇网友的书信 那么这篇书信的名字就叫做 习近平已写好三封遗书 最近有一位来自中国内地的网友 范文革来信透露 那么由于目前中国的内政外交 都被习近平搞得一塌糊涂 弄得习近平焦头烂额 一筹莫展里外不识人 习近平感到压力三大 难以支撑下去 万般无奈之下 只好写下三封遗书 以备不测 那么这位网友他分析 他说习近平的压力主要包括以下十个方面 一是太子党的压力 比如邓普方说习近平头脑不清醒 不知道自己的分量 太子党内部已经达成共识 不能再让习近平这样折腾下去 否则就会断送了他们所谓的红色江山 可以说太子党在中共党政军内部 各个层面都是数大根深 一旦有人带头反习 必然是群其享用 说穿了 他们就是要保护中共统治集团的利益 二是江泽民 胡锦涛等中共老的职业经理人 老管家 也在不断地挤兑习近平 他们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 他们自己所守护的产业 家族利益和派系利益受损 更不愿意给习近平陪葬 三是军警法师 日益紧张的氛围加剧 为了委委 这些人和城管等一道 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 挨够了骂 失尽了民心 他们当中大多数人 大多数人 谁也不情愿再为习近平这个呆子卖命 否则就是吃力不讨好 反而更倒霉 事实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 访民 老兵 下岗工人 P2P受害者等 已经认识到习近平 给他们带来的伤害 比中共专制独裁制度 来得更快 更直接 他们头脑已经十分清醒 不再对习近平和共产党抱有任何幻想 在这些人当中 已经有一大批人 开始有过去的上访维权 转向反习反共 五四民营企业家 面临习近平制造的日趋紧张的态势 更担心文革会卷土重来 自己呢 落个人才两空 在这个时候 许多人都在连人带钱 抓紧时间跑路 这就使得中国的经济 出现了雪崩式下滑 导致各地财政吃紧 官府怨声载道 六四警察不断地乱抓网民 防止翻墙 这就进一步封锁了言论自由 让那些原来通过翻墙 就能够了解一下外面信息的人 尤其是只看不发言的人 对习近平十分不满 对于很多习惯于常年翻墙的人来说 不发言可以 但是不让翻墙绝对不能容忍 这样一来 反而导致各种倒习反共的言论呢 是越来越多 七是中共官场精英 以几乎形成了倒习共词 大家都认为习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组 就连他提拔的那些亲信 也都是一天到晚提心吊胆 唯恐大难 骤然临头 如果再跟着习近平干下去 那就是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 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 所以大家都是在服务员了事 根本不会死心塌地的为习近平卖命 导致习的政策处处难以落实 八是 普通老百姓已经认清了 习近平就是一个暴君 一个魔鬼 一个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祸根 过去支持习近平的老百姓 也都巴不得他早一天玩玩 九是习近平 无论在国内 还是在国际舞台上 都是连连出仇 人民已经认清 他就是一个十足的呆子 二货 根本不堪重任 再让他继续干下去 大家都会跟着着央 跟着倒霉 是国际社会 已经形成了一股 反习反共的潮流 那就是 各国不管内政外交 只要反习反共 就能够获得国民支持 甚至能够当选总统 跟随美国反习反共 就能够搞好国际关系 只要给习近平亲近了 那就像被感染了猪瘟一样 人民见了你 就得躲得远远的 根本没有人敢打理你 在这种内外夹击之下 习近平感到很难再支撑下去 为访不测 迫不得已 写了三封遗书 那么据内部人士透露 习近平的三封遗书 其中一封 交给了彭丽媛 是交代家事 另一封呢 交给了王沪宁 主要是交代党内事务 第三封 交给了丁学霞 主要是习写给自己的亲信 来交代后事 这位网友还透露 习近平之所以写下这三封遗书 还与习近平自己的两个重要因素有关 一是习近平的心理压力过大 以至于目前不能集中精力 做任何一件事情 二是习近平的身体一直不好 据说他的肝脏有问题 这可能与他重酒过度有关 而且呢 他又不听医生的劝告 现在每天还在喝酒 再加上他晚上失眠 更令他不堪重负 至于这三封遗书的具体内容 到底如何 外界呢 至今 无人知晓 不过 相信习近平的 这三封遗书 绝非空穴来风 由于这位网友提供的信息 目前还无法得到更广泛的佐证 其真伟还望广大网友 予以鉴别 但是 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 无论习近平怎样挣扎 怎样折腾 他都是秋后的蚂蚱 蹦跶不了 几下子了 好 感谢各位网友的观看 感谢你的转推 再见